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15万5000美金的小房子 这套房子在我拍视频的时候客户已经定下来了 然后为什么我来拍这个呢 就是我想带大家看一下JJ休斯顿房屏 一些投资的这个房子 还有一些投资的问题 那今天本身我要来看三套便宜的十五六万的小房子 当然在我今天看的过程当中 另外两套都已经卖掉了 就只剩这一套了 因为这套是今天刚刚上市的 所以我马上过来了 然后今天我另外一客户也是马上就已经定下这套房子来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抢到 因为我们先给一个原价的offer 如果卖家有加价的multiple offer的话 可能我们就需要加价 像这种房子的加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今晚90%的都在加价 那我就带大家看看这种十五万五的小房子 它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包括它的租金回报率啊 会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主要这种房子呢就是用来投资的 您要是自己说住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房子状况一样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房子离新开的亚洲城特别的近 所以对它以后的升值的期待还是很高的 而且这些房子的地税比较低 因为这个房子比较旧的 它是八几年的这种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的院子归归整整的 房子整体都是归归整整的 而且里面显得很亮堂 现在我在这里面一点灯都没有开 就是很亮堂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小房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特别的难抢 所以有的客户他不在九顿居住 他是在西雅图啊 洛杉矶啊 各个城市 那像这种的话我都不建议您过来看 因为有可能您过来看个十几万的小房子 当你看完了之后 这房子都卖掉了 所以像这种的话 您可以让我们视频看房 然后之后您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就直接下单 然后等着您下单成功了 卖家同意卖了 把合同签了 您再飞过来看看 您买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那如果在那个时候 您买的这房子很不好 您很不想要了的话 那您再把它cancel掉这个单 那这样的话 您只损失1%的定金就OK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这种房子就不会说特别的好 也不会特别的烂 为了避免您白跑一趟 我只是这样建议而已 那现在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整体构造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可以随时叫我微信 或关注我微博 联系我 好 我们看看房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这套小房子 15万5的这个小区 小区的居民呢 其实以白人墨西哥一为主 入住率呢 那是百分之百 而且这种小区的房子呢 特别好租 然后也是双车库一层的 这个房子重新换了 很多的东西里面也重新翻新了 然后屋顶啊 它都是换了新的 所以感觉还是蛮好的 它只有15万5的报价 一进门就很亮堂 因为我现在一点 这个灯都没给这个小房子打开 所以你看 这边是主餐厅 这边是客厅 客厅右手边过来有两个小卧室 这个房子一共有三个卧室 这边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你看洗手间没开灯 都挺亮堂的 也是重新翻新了的 然后我们再上另外一面看一下 整体来看这个小房子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这是主卧的衣帽间 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像这种小房子 你看它的这个洗手间 主卧洗手间的窗户 也带着 所以感觉很亮堂 那这种小房子 15万5的卖价 有可能我们需要加价 才能买得下来 这个房子 然后它的租金 差不多能租到1500左右 它的地税很便宜 只有三千多块钱一年的地税 看这就是它这个院子 院子很规整 规规整整的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非常的棒 这就是整个这个房子的感觉了 像这种小的投资房 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 这个房第一天上市 我们马上就要deoffer了 今天其实我们看了三套房子 那有几套房子 是没有抢到的 所以像这种小投资房 如果您对这种有感兴趣的话呢 您就必须要比较快的做决定 来抢这样的小房子 而且最好不要贷款 如果您贷款的话 可能会相对没有很占优势 所以说在这种小投资房的 租金回报率非常的高 再加上这种小房子 这个本身的成本又很低 然后租客几乎是以白人和墨西哥裔的为主 租客素质相对也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这种小房子的投资潜力很大 但是这种小房子却是挺难抢的 所以如果您对这种小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们不能确定我拍到的房子都在市场上 但是我可以根据这些样的要求 来再给您找不断上市的房子 希望您买到一个非常合适您的投资房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对我的房产感兴趣的话 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